實習教育是間致力讓知識更有感的社會企業 成立至今設計出多款遊戲化教材 透過趣味故事結合數位工具輔助學習 為學員創造生活化的學習情境 思考更多學習可能 一開始其實是回覆到2015 2016年的時候 我在學校任教 那時候學生就問了問題說 老師學數學可以幹嘛 那我覺得那個問題蠻有趣的 其實老師會覺得說 我今天就是告訴他說 這考試會考 那其實有一個方式 因為考試會考代表你的學習歷程 現在的學習歷程 或者以前的基策會考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科 在數學這個面向上 可是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不想要這樣的說服他們 我不要想要期待的事情 是讓他們感受到學習是快樂的 實習教育於2015年 嘗試用AR擴增實境藍牙室內定位技術 將難以用聽課理解的比值比例等數學概念 轉化為密室逃脫體驗 沉默記憶 教材面向學校 一般民眾教授 玩家如置身於咖啡廳 運用平板獲取指示 解開謎團 進而願意多認識數學一點點 因為她一開始就是 真的沒有要理我們意思 可是她後來就開始 做一些很有趣的互動 那個互動就是她參與這個遊戲裡面 然後就拿起平板在做一些事情 然後她就說 她在他們本來就是一個 最後一名的學生 然後平常她其實 在數學的課堂上 不會看她有任何的 互動跟表現 但或許在這個時間 她發現她沒有這麼的就是有壓力 她可能不是一個課堂的環境 所以她有機會去嘗試 我們設下的一些數學相關的關卡 除了將學科知識包裝成遊戲體驗 實習教育於2020年 邀請社會倡議團體 協力製作議題遊戲包 藉由桌遊關卡引起學童 民眾對於認識各項社會議題的興趣 創造良好學習 公民參與的環境與能力 弘地工廠回報系統 它是由地球公民基金會跟G0V 去做合理開發的一個平台 那其實聽到這麼的Hardcore 就無論是地球公民基金會 或者說農地圍張工廠系統 其實對於老師也是蠻陌生 跟不知道該怎麼樣去參與的 那所以我們就把它變成一個教材 你可以看到右邊這邊是一些 就是拼圖卡片 那它其實就是要讓你去拼出一個地圖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去訓練到一些數學的可能思維 它也會有一些文本跟資料 讓老師跟學生是有機會閱讀的 實習教育努力扭轉考試 作為學習的唯一理由 期待遊戲化教材 持續引起大眾對於知識的渴求 成為改變他們未來的養分 請大家跟同學多數學的學習 我想請教育努力扭轉 請教育努力扭轉